好 现场最新消息来看到是网谈天王 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蛮牛纳达尔 在今天中午来到台湾 很多网球球迷守候在机场 就是要一睹这位超级巨星的风采 现场盛况来现记者黄志豪 志豪 谢谢主播 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网球名 John Nadal在稍早12点10分左右 是已经抵达台湾 而这次来台湾主要就是为了 参加10月1号的表演赛 和他的西班牙同胞费瑞尔来交手 而Nadal目前世界排名第二 手上握有10座的大满贯金杯 其中有6座是法网 所以他也有红土球王之称 而且他这次来到台湾拥有高知名度 所以在机场就有上百名的球迷在欢迎他 而在稍早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是表示虽然在台湾行程短短两天 不过他非常期待 也希望能够让球迷看得过瘾 我们听听稍早访问 Hello 台湾 How are you? Everybody? Anything you like to do except tennis? Sorry? Anything you like to do in 台湾 except play tennis? I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But I will try to enjoy as much as I can this today and tomorrow But you know I go after to Tokyo I have to play So it's gonna be hard It's a really pleasure to be here in 台湾 And I want to enjoy this today's OK Thank you 我們聽到 那打友是表示呢 因為在台湾兩天行程 他有必須要參加活動 包括下午的記者會 以及下午的網球教室 還有明天的表演賽 在表演賽之後 他就必須離台 所以兩天行程其實很滿 那他也希望呢 在台灣能走走看看 希望是有時間的 希望能享受在台灣之行 這是以上目前現場的情形 現在把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